从八九十年代开始 他就是好莱坞薪酬最高的演员 只要有他出演的电影 绝对是票房的保证 他与施瓦辛格·史泰龙 并称为美国三大硬汉 更被称为影史上最能打的动作英雄 然而走向巅峰后 这位令无数影迷崇拜的硬汉 为何会被贴上了烂片之王的标签 如今67岁的他 更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宣布退圈 终结自己35年的演义生涯 今天就让我们细细讲述一代动作巨星 布鲁斯·威利斯的精彩人生 1955年布鲁斯出生于西德 母亲是地道的德国人 父亲是驻扎德国的一位美军 家中有四个孩子 布鲁斯是长子 两岁时父亲从军队退役 居家搬到了美国新泽西州生活 相信很多人都想象不到 与硬汉文明的布鲁斯 在童年时期因为口吃 常常遭到同学嘲笑和欺负 还被起了一个阿巴阿巴的外号 可以说一开始布鲁斯的条件 运引人二字完全搭不上边 但也正因为如此 给了他新的开始 面对自己的结巴问题 布鲁斯绝不屈服 在高中时加入了新剧社 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他惊喜地发现 只要一说台词 口吃就会神奇地消失 因此这让他彻底爱上了表演 人也越来越自信 之后他还成为了学生会主席 但在高中毕业后 为了省钱 让家里的三个弟妹去上学 他就进入了社会 打零工赚钱 在核电站做保安 在化学工厂做激素人员 包括私家侦探等各种杂活 他都干过 不过干了几年后 布鲁斯仍没有放弃表演 于是怀着对演戏的热情 他重新回到了校园念书 加入了新泽西的 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 专攻戏剧课程 期间还在百老汇参加舞台剧 大学毕业后 布鲁斯经历了无数次试镜 终于在1985年 布鲁斯在3000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出演了情景喜剧 《蓝色月光》中的大侦探 在这部剧中 布鲁斯风流倜傥 能力出众 幽默感信守拥来 《蓝色月光》开播后 收视率居高不下 一眼就是5G66G 布鲁斯也因此剧 拿下了爱美奖和金球奖 双料营地 可谓是出道级巅峰 靠着双脚帮身 接着他主演了第一部 浪漫喜剧电影《盲目的约会》 片中不少插科打混的喜剧场面 为观众贡献了不少销量 布鲁斯也成功 有一位电视演员 转变成了电影演员 要说布鲁斯·威利斯 演艺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年 还是在1988年 这一年 虎坦龙威的导演 用500万美元的巨额片酬 邀请布鲁斯出演了 靠支离和武力 打击各种罪犯的 约翰·麦克莱恩警探 当年这个剧本的倒霉警察角色 一直被人排斥 先后被施瓦辛格 史泰隆等人拒绝 因此当他接下这个角色后 还被很多人质疑 一直演喜剧的布鲁斯 真的能演好动作片呢 事实证明 布鲁斯不仅做到了 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电影中 布鲁斯塑造的英雄形象 与以往荧幕上的肌肉猛男 有所不同 他虽然强悍 却又不是无敌的 每次倒霉的遇上换人时 还有点贪生怕死 如果不是老婆被犯人劫持 想必他早就留着大吉了 而且每次搏斗之前 嘴里还不停地碎碎念 给自己加油打气 来克服恐惧 即使钻通风管 这么紧张的时刻 他都不忘唱着小曲 但布鲁斯不居不挠 每次被打倒 仍然能爬起来 正如导演约翰·麦克蒂尔南 说的那样 与之前的动作片 第一滴血 铁血战士等动作片中 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相比 我更希望 麦克莱恩是一个接地气的普通人 《护断沦威》正式上映后 以2800万美元的制作成本 在全球拿下了 1.4亿美元票房 位于北美票房第七名 在美国周刊杂志中 评选出的 《影史25大动作英雄》中 布鲁斯更是位列榜首 值得一提的是 拍这部电影时 由于与蓝色月光 档期重合 布鲁斯只能白天拍摄蓝色月光 晚上敢拍《胡胆龙威》 多日的连轴转 让他心里交瘁 而这份疲惫的模样 正好成为了 人物塑造的点睛之笔 之后连续五部 该系列作品 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布鲁斯也成功上位 成为好莱坞 炙手可热的动作巨星 同时也奠定了 布鲁斯的硬汉地位 接着他又出演了 第五元素的退役特工 《十二猴子》的 时空穿越者 《罪恶之城》里的 退休警察 等无数令人难忘的 硬汉英雄现象 不许是高度重复的角色 也让他厌倦 布鲁斯开始转变 自己的系录 比如低俗小说中 他做到了一本正经的真搞笑 在第六感中 又文艺气息十足 特别是结尾 对妻子的深情告白 相信感动了不少人 但从2010年开始 影迷们就炮轰布鲁斯 硬不起来了 他开始疯狂接烂片 很少有能拿得出手的作品 还一部扑接一部 甚至2.8分 史诗烂片 大轰炸 他也来淌了一小浑水 因此布鲁斯 也成了金酸美奖的常客 连续五次 获得最差男演员 至2021这一年 就主演了八部 评分均为3.5的影片 金酸美奖主办方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专门为他吝胜了一个 布鲁斯·威利斯 最差电影表演奖 布鲁斯一度成为 新一代的烂片之王 其实对于动作演员来讲 年龄无非是一道 无法跨过去的坎 从早年的吃烟战场 和环形使舍中 就可以看出 此时已经55岁的布鲁斯 动作明显已经变得迟钝 因此只能推而求其次地 融合其他元素 硬着头皮尬眼 布鲁斯无端砸自己的招牌 图什么 很多人说 不许是在外欠了债 离不得已 毕竟拍一部戏 不管剧情 不管主演戏分多少 几百万很快就到手 而这也是他来减快的主要方式 2013年 史太龙拍摄《干死对三》时 曾向布鲁斯开出了 三天300万美金的天价片酬 但布鲁斯却执意要加100万 最后两人迎片酬闹翻 而一向把动作电影 作为一辈子事业的史太龙 则公开评价布鲁斯 贪婪 懒惰 可事实真的如他所说吗 前不久 布鲁斯·温利斯的佳人 在网上放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称布鲁斯因缓失语症 官宣吸引 消息已经发出 影坛一片哗然 就连曾对他有过鳄语相向的史太龙 也发出了与布鲁斯的旧照 并对他送上了祝福 事实上 七年前他在疯狂拍烂片时 就有人透露 布鲁斯身体状态不佳 在采访中 语速明显变慢 而且需要记者的引导 在片场常常记不住台词 甚至还配戴耳麦 靠提字器帮忙 才能完成表演 很显然 这时候的布鲁斯 已经是带病工作了 现在看来 他一年拍八部影片 也是能说得过去了 布鲁斯无非是想趁自己 还能拍戏的时候 为家人多攒点生活费 之后他将自己 明确的房产统统建卖 原本一千二百万的豪宅 七百六十六万就放出 为此很多网友 都难言惋惜之情 有人悲叹 再也等不到 他的胡旦龙为六了 也有人后悔 称之前不该骂他 但更多的人都表示心疼 而金算美奖 也因此撤销了 之前颁给布鲁斯的 最差表演奖 如今英雄迟目 硬汉不再称定事 新以后的布鲁斯 回归家庭 由前任和先任妻子 共同照顾他 1987年 布鲁斯与戴米摩尔结婚 婚后有三个女儿 但两人婚姻 只持续了12年 就分开了 和大多明星不同的是 除了二人 共同抚养孩子之外 戴米再婚时 布鲁斯还去参加了婚礼 后来布鲁斯与先任妻子 爱马赫鸣结婚 当时前妻与老公 以及三个女儿 也出席了 布鲁斯将两家人的关系 平衡得非常好 经常还会在一起聚会 布鲁斯曾说 对我而言 父亲才是世界上 最重要的工作 心下五个女儿的 一目硬汉 内心的感想 恐怕只有自己知道吧 最后指缘布鲁斯 早日远离 病痛侵害 在家人的陪伴下 平稳安康地 度过晚年时光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 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客轮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